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由於疫情的關係 香港中小零售企業的生意飽受打擊 所以大家都要積極尋找拓展網上銷售渠道 希望可以做到更多的生意 因此網上推廣變得尤其重要 網上市場越來越興旺 不少傳統行業都會在網上平台 推介自己的生意或服務 但到底有甚麼服務是適合自己的呢? 我們今天所訪問的這位企業家 他就看到市場上的痛點 我們一齊去了解他如何幫公司推介企業 Hello阿丹 你好 今天很歡迎你接受訪問 其實現在網上平台這個推廣 是越來越多人去用 那你怎樣看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其實是一個大趨勢 亦都發展得很蓬勃 現在你發覺每一個人都機不離售 他們就很喜歡在網上去用手機去找資料 亦都購買那個行為的消費模式 其實都很在網上發生 現在的趨勢來說 其實越來越多實體的店 就變成開了一個網店 而且推廣方面都會由實體的遮掩 變成網上的KOL 所以其實我們公司會在這方面 看準這個大趨勢和機會 我們就會在這方面做很多推廣和配套 令到客戶可以很順利在網上推廣發展 和令到他們在網上宣傳 就可以比較加快他們的步伐 和減少他們的網絡 那你們公司的服務行為甚麼? 因為我們其實在客戶的需要 就是他們需要一些品牌的策劃 和一些宣傳短片的拍攝 和一些SEO的網站的優化 社交媒體 我們公司就提供一類這樣的服務 包括一些網上商店、內容行銷 我們希望可以幫到客戶 將他們的產品推廣 如果客戶想找到你們推廣 那你會有甚麼注意事項去提醒他們? 其實我們就會跟客戶 一個妥善的溝通 了解客戶的需要 和行業的特性 和現在的定位在哪裏 我舉一個例子 例如一些無銀行業的產品 我們就會在社交媒體 可以幫他們找一些合適的 一些專業的群組 那些群組通常會有一個流量比較大 我們就會幫他們做一些帖 那些帖 可以描述到他們產品的特性 和受眾的關注 我們會在社交媒體上發佈 我們會在社交媒體上發佈 令到他們的產品的特性 讓受眾很清楚了解得到 還有它的產品 一些短片也會引起大眾的讚好和分享 就會活躍一些 它的曝光率就會高一些 所以重點是 其實我們要好看客戶的特性 和客群 我們就會好針對去找對的東西 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網上有不少的平台 今集的這位企業家 就去了解客戶群和市場的需要 找到適合的平台 每一間企業都有不同的特性和文化 所以需要深入了解當中的獨特之處 才可以找到方法將產品 甚至在自己的品牌推廣出去 Dana 其實你們會怎樣幫企業去做推廣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的 我們首先會了解客戶的行業 和性質和發展的階段 會和他們做一些市場的計劃 我們通常會在網上推廣來說 我們會集中把它塑造為一個行業的權威 在網上會製造一些行業的知識和內容 令到他可以在社交媒體多些去分享 和多些自然的流量可以吸收到 令到客戶可以自己去找到他 就不是他去找客戶 例如我們有個客戶做一些濕層膏和護膚品 我們就幫他分析市場 其實在這個行業裏面需要什麼知識 以及大眾有什麼需要認知的東西 我們會有同事幫他做一些文案 令到他的網站可以很豐富 表達到很大量的在這個行業 包括濕層膏、護膚等方面的知識 以及一些很多客戶的分享、見證 在他們的網頁也會看到 同時會在Facebook、IG發布 令到客戶受眾看到之後 就會很有共鳴感和認同感 對他們的產品 其實在疫情期間 各行業也受到影響 你們怎樣可以保持在行內的競爭力 是的 其實在疫情期間 的確很多行業或客戶都接近停頓 他們的運作和業務都 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停過 亦都保持著繼續去用新的方法 和新的技術幫客戶去做一些市場的推廣 以及網上的宣傳 例如我們會有一隊團隊 幫客戶做好每一個細節 包括一些文案的編寫 一些市場的調查 以及一些圖案、圖像 以及一些短片的拍攝 以及一些技術的大數據 一些數據的獲取 我們每一方面都做得很仔細 希望我們可以在客戶最小的預算 可以做到最大的效果 以及令到他們的宣傳 那個訊息可以爆得出 因為網上的市場變成現在的主流大趨勢 所以不少商家都想分一杯羹 因此必須要建立自己企業的特點和優勢 才可以有效突圍而出 你們的同行業其實有不少競爭者 你們公司有什麼優勝的地方 我們公司會跟客戶提供一條龍的市場推廣服務 我們會了解客戶的情況需要 和他做一個全面的策劃和規劃 中間可能包括很多不同的服務 例如有些社交媒體的推廣 和一些網站和網店的建立 和一些短片的宣傳 和文案等 我們會有全方位的服務 提供給客戶 因為現在很多客戶都需要 將市場部外判出來 因為其實需要的專業都很多 他們判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幫他整理策劃 還有我們做好一個宣傳 會幫他找回正確的媒體 正確的渠道 和回他的授助 最重要是找得正確 還有做了推廣之後 其實我們會有一系列的售後服務 包括一些網站的維護 一些社交媒體發佈的 一些規劃和一些SEO 希望可以令到他們的形象 長期可以在市場上 那你覺得在拍一條片裏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拍一條片 其實我們要看看他的片 是一條什麼片 因為如果有些是一些公司企業的宣傳片 我們會和他溝通他公司的長處 會表達他公司的定位和長處 其實我們如果拍片 盡量不要太長 而且那個訊息要簡潔一點 要精耀一點 不要想太貪心 一次過放太多訊息 變成一個受眾 即是太多東西 會獲得不到 所以就盡量短一點 精簡一點 我們通常會幫他做一些 storyboard 令到他的訊息很清晰去表達 如果他做一些宣傳片 最重要那條片還要夠短 因為太長就沒有人看 會盡量縮短到一分鐘之內 去表達到最重要的訊息 除了香港的市場 你們接下來會不會有擴展其他版圖 都會的 其實我們在深圳也有一個辦公室 現在的大趨勢 其實都是在大灣區 和面向國內發展 很多香港的品牌 其實他都很想進軍國內 即是去拿到大灣的一個餅 我們在大灣區 我們就會有一系列的配套 會幫他選擇對的渠道 和一些宣傳的平台 令到他們的產品 可以在國內會落到地 和很容易會接到他們的手中 今天很感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 網上推廣已經成為一個新的趨勢 很多企業應該多點了解網上的工具 全方位是評估自己公司的需要 這樣才可以有新的相機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見 先有機會佔市場一席位 市董會 你的生意人物平台 DNA市董會呈軒 自負通企業中環 是由 DNA市董會 贊助播出 Agot DNA市場 DNA市場 ACO P ACO ACO